然後繼續看這個程式 雖然整個switch的語法我們還沒介紹過 但其實從這個例子裡面我們應該就可以看出來 一開始就是switch 然後這是它的一個控制 這個代表它的我們剛說過那個整數有沒有 這個數字要跟你的每一個case裡面的數字要一樣 它才會變成是選擇這個數字 如果它跟大A小A的數字是一樣的話 它就執行這個 然後break就跳出來switch 跳出switch之後呢 然後它會回到wire那邊繼續去讀 直到哪邊 直到它讀到end of file那個東西 然後它才會跳出wire 然後也同時結束這個程式 所以你看這邊有好幾個case 這個大A小A是一個case 然後大B小B 大C小C 大D小D 大F小F 好它還有什麼 之後還有這三個 那這三個是什麼我們待會兒會看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default default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些都不滿足的話 它一定會跑到這邊 它就會告訴你說 輸入錯誤 再重新數一遍 類似這樣 然後它就會break break之後就這邊switch跳出來 然後就再回到wire 回到wire缸台那邊 再繼續做輸入 那整個讀到end of file之後 它才會把它結果全部輸出來 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個是它的輸出的一個概念 它寫小A小B小C大C大A whatever這樣寫下去之後 那接下來它可能輸入一個什麼 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它這邊就沒有 它就沒有辦法去判斷了嘛 所以它就跟你到default那裡去說 你輸入的是一個incorrect letter grade enter 然後enter new grade 類似這樣 那你再繼續輸輸輸 輸到最後呢 end of file怎麼打 end of file是一個特殊的一個字元 那個字元是螢幕上看不到的 它等於是一個隱形斗篷一樣 它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用什麼 它是用ctrl Z 用ctrl Z 特別是在Windows 我們在Windows作業系統裡面 它是用ctrl Z來代表 代表一個end of file的這個character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 所以當你按了ctrl Z之後 程式就會結束了 因為那個fire迴旋終止 因為fire迴旋終止 它接下來就是印出 印出這些東西而已 所以它最後會印出來 這是它的下面跑出來的 total for each letter R A有幾個 B有幾個 C有幾個 F有幾個 就告訴你 成績 成績的分佈的人數是多少 就是這樣 好這裡面我們接下來就一步一步來看 剛剛其實已經稍微講過了 這個輸入成績的過程中間 在fire裡面 它是用getch.ar 存到grade 那這個getch.ar 刮虎這也是一個函數 這也是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或函式裡面呢 它空空的是沒有的 因為它會直接期待你是從keyboard去輸入資料進來 然後呢 再存到什麼 grade 那這個當然 剛剛說過 getch.ar 這個是從standardio.h 這個library 讀進來的 那它可以從鍵盤讀一個字元 然後 存到哪邊 讀一個字元進來 它就存到grade 那但是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 getcharacter當然是存一個 什麼 存一個叫做字元的型別 ch.ar 就代表字元的型別 那這個字元的型別裡面呢 它會自動去把它 因為我們說過case它其實 case它其實是檢驗一個什麼 一個長數的整數 它是用數字 而且是整數的數字來 來match它的那個不同的case match不同的case 那問題這邊我們用 這邊用到getcharacter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 其實我們是輸入a a是一個字元 它不是數字 是不是這樣 那它既然是字元 那為什麼我們 我們case要求的是什麼 我們case要求的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長數 一個整數長數 那這個時候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這時候會自動轉換 因為我們的grade設定成是什麼 grade 我們把它設定成是一個int 是整數 但是你getchar它是存成字元 那字元又存到一個整數變數 那這樣不合理嘛 我的 我這個grade 這個 是一個int 是一個整數的變數 整數的變數 應該只能夠存整數的長數 或存一個整數進來嘛 所以你的grade 可能就是100分 90分 20分 30分 應該是分數啊 但是你現在是把它用getchar 在鍵盤上是輸入一個 還不是數字喔 即便是數字 那個數字也是字元的 字元的數字喔 不是數字的數字啊 這個講得有點奇怪 123456790 這個當然你可以把它試成什麼 它變成是一個長數的整數嘛 它其實也可以變成什麼 文字的長數啊 它都是 但是我們看出來都是12345 但是如果你12345 是一個文字的長數 你這個12345能不能計算 長數 字元的這個長數是不能計算的 它只能夠顯示 或是去做判斷這樣而已啊 懂不懂 所以 但是它也可以是實數嘛 也可以是一個數字嘛 就是一個整數的數字 那我們宣告這個grade 其實是一個整數的數字啊 intgrade是整數數字 那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讀完之後 它存到這個整數變數的grade 這個過程中間呢 其實是因為 變異器它自動會先把它做轉換 轉換成什麼 會 它原來gate character 是存到CHAR 就是 字元的形別 那C 因為這個過程中間 這個gate character 是得到 得到結果是一個字元 這個字元 這個字元存到整數的變數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會把 這是C層是內建的啦 自動會把它變成是一個整數型別的變數 那你說 小A怎麼會是一個整數型別的變數 它就是要對應它的什麼 就是我們之前有談過的 叫做ASCII code 它會把它變成是一個ASCII的編碼 那ASCII的編碼都是整數的 所以 小A 有一個對應的ASCII的編碼 然後大A 也有對應一個ASCII的編碼 所以它會 你寫成gate character 雖然是一個字元 它傳回來的結果是一個字元的常數 但是字元常數 因為它存在整數的變數裡面 所以它自動會去把它做轉換 自動把它做轉換 那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它這個變數 所對應的那個ASCII編碼裡面的那個整數 大家有沒有聽到 所以這邊有點比較 稍微要注意的地方 一般我們常常 是gate character的之後 是存到一個字元變數 存在字元變數 但是現在你要把它存到整數變數 在C來說是可以的 因為它會把它編碼成 用ASCII的編碼來 等那個整數 去把它存進去 好 那這為什麼要 一定要把它變成是整數的 因為我們要用switch switch裡面的 剛說過 它的判斷都是根據它的整數 長數來判斷 它不是根據字元 它不是根據字元 所以像剛才即便我們這邊 這個case 也是用什麼 單引號引起來大A小A 但是大A小A 它在這邊 它不是 它雖然是一個文字長數 是一個文字的長數 但是它還是 因為用在switch的這個statement裡面 它會自動在判別的時候呢 會把這個大A的對應的ASCII 一樣是一個ASCII的編碼 當成是它這個case裡面的整數 來做判斷 小A也有一個自己的ASCII編碼 所以只要符合這兩個編碼 它就會執行這個 因為你CHAR這邊已經變成什麼 getCHAR這邊存過來 你的grade已經變成是一個整數的長數了 然後再根據這個grade 有沒有 switchgrade 這個grade已經變成是一個number 假設你今天得到的是大A 那這個大A 它的ASCII 我隨便講 待會兒好像會有一個數字 我們應該也不會背 假設大A輸進去之後 它會存成grade 假設是87 就是它的ASCII編碼是87 那接下來grade就變87 那grade這邊如果是87 switch這個grade是87的話 然後它就會下去去找 這些case裡面的這些文字常數 同樣的是ASCII編碼 這個編碼的符號 因為那個編碼都是唯一的啦 都是大A就是一個唯一的 小A也是一個唯一的 然後它就會對應它的case 那對應它的case 只要match了它就會執行它 所以它都是要變成是整數的方式去呈現它 這是switch裡面要用的比較特別 那這邊其實就有談到了 這個字緣的型別跟你的對應的整數 我們說過它是ASCII編碼 那ASCII編碼 當然你現在很容易在google隨便找 ASCII ASCI 然後把search是圖片 那你就看到一張表 通常會看到一張表 那裡面就告訴你 這些ABCD 我們上次一開始 記蓋也有提到啦 就是這些英文字母 阿拉伯數字 還有特殊的字圓符號 這些東西在ASCII都有一個特定的編碼 那如果你要去試看看它到底會不會怎麼樣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東西可以去算出來 像直接寫printf 然後呢 這是一個轉換詞 轉換詞裡面 %c是對這個什麼 對這個a常數 然後後面這個%d 又來對應這個a常數 有沒有 它這邊有兩個% 兩個%就要對應 後面有兩個變數或常數 那這個小a 現在是一個常數 小a也是常數 都是一個字圓的常數 所以你用%c的話 %c它就把這個a直接 搭配它 就把它當成是還是a來看 就是變成字圓的輸出 字圓的輸出 字圓的輸出是%c 那我們說過 剛才有一個比較長的字串 %s嘛 對不對 那這個%c當然是 我們可能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到 那%c對應的就是字圓的 就字圓的意思懂不懂 字圓就是只有一個字啦 那字串呢 就是很多字啦 組合起來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只關心一個字圓的話 所以%c %c就對這個a %d對於這個a 但是這時候它就自動把它轉換成常數 所以你把它輸出的話 輸出的這個printf就會變成是 The character a has a value of 97 就是小a對應的這個 它的ASCII編碼就是97 那它把它變成97 那我們之後才可以用到switch去做一些變換 那end of file的警示值呢 在每個系統不一樣 在unix的系統裡面呢 是用按ctrl-d 按ctrl-d 那我們在windows裡面的呢 是用ctrl-d 是用ctrl-d 那這兩個要同時按喔 不是先按ctrl放掉再按Z 那等於是做虛攻啊 那等於是按Z而已啊 懂不懂 所以這兩個是要同時按的哈 知道嗎 要同時按 那按完ctrl-d之後呢 你還要再繼續按Enter 讓它接收之後 它才會變成是end of file這種概念 所以當你程式執行到一半 按ctrl-d 它就會terminate 就會中止掉 那switch 真正的用法 其實都還沒介紹到啦 它其實主要就是 這個 剛才的那個例子裡面呢 用grade 那這個grade 就是一個控制運算數 雖然這邊是一個變數 但是它其實也可以是一個運算式 它也可以是去裡面做一些 加減乘除的運算之後 所得到的一個數字 當成是它的一個 switch的控制 那這個運算數值的值 會跟那個case的標籤來做比較 所以假設我們輸入c 那這個c down是它成績 c會自動跟switch的每個case做比較 那你找到符合它的casec的需求的話 它下面的敘述就會執行 它下面去是什麼 就是把c count加1 遞增 然後呢 接下來break break就會 讓你程式 跳出來 跳出哪裡 跳出switch 是跳出switch 不是跳出壞喔 跳出switch 那每一個case switch裡面的case 可以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動作 我們剛才的那個case就有按 就有把它的acount加加 或加加acount 那就有一個動作 但是它可以裡面包含很多以上的動作 那switch它 在某一個case裡面 它不需要加到刮虎 就是說 比如說 像這個 default 這也是一個case 這裡面要printf 要put as 這兩個東西 那這個裡面呢 default這邊不用 這個default這邊不用一個大刮虎 這邊在對應一個大刮虎 所以它比較不需要 這麼多刮虎去 它只要在under這個下面就可以了 under在這個default的那個 冒號下面的這邊 就可以了 oh ok 所以case裡面的動作不需要加到刮虎 然後它的整個流程圖的概念就這樣 好 進來之後 讀進來的之後呢 就是從wire那個回去 那個 那個控制流程的那個部分 讀進來 它會得到 如果是case A的話 那就是 就是動作嘛 case A的動作 然後break 所以它break完是把整個switch跳下來 跳下來到哪裡 到switch後面 到switch後面 那你在吧 那如果是不滿足A 就往下看 往下看就case B 如果到case forever Z 就一直讀到最後 如果都沒有的話呢 它就是有一個default的動作 default動作做完就離開了 所以它的流程圖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case switch的東西 它就可以讓你做比較多 就是多重選擇 可以用整數的判斷方式來做多重選擇 那你如果不要用switch 我說我們說過 你還是可以用if else去做它 那是一樣的東西 那在這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case 剛才我們不是有看到嗎 case 然後這邊是一個backslash n 然後backslash t 然後還空格 這個是為了做什麼 這個是要讓程式 如果你不小心按到enter 或者不小心按到tab tab知道吧 tab就是一個固定長度的一個空格 然後或者是空白資源 當你使用者不小心速度這些的時候呢 這個case裡面它會抓到 抓到之後呢它有沒有做什麼動作 沒有做任何動作 它直接跳開了 跳離switch 懂不懂 所以它這是一種類似防呆 也不說防呆或防手劍 是不是這樣講 手劍是嗎 是嗎 是手劍的概念嗎 你亂打 打到這些東西 那它這個防呆 就告訴你 不要去跳出這個 它沒有 這邊沒有 程式不會跳出來 因為你看它這個break這邊沒有 這邊寫錯了 這應該不會跳出警告訊息 它只是會忽略這些輸入而已 它不會跳出任何警告訊息 警告訊息是在哪邊提出 是在default那邊才提出來 這裡面什麼常數運算式 這些其實大同小異 自圓常數是放在單引號裡面 這是a 那自圓是放在 自圓放在單引號中 才會變成是一個自圓常數 那雙引號呢 我們上次說過 雙引號就是自串 自串 所以只要是常數 只要是一個 一個自圓的 一個自圓的 它就是用單引號引起來 雙引號引起來的話 是一個所謂自串 那整數常數 整數常數就是一般的整數值而已 那自圓常數就會 對應它的ASCII 那ASCII就是一個常數 這邊 這邊只是告訴你說整數行別 有些地方 它有所謂的轉換 有所謂的 Short INT跟 Long INT 就是有長有短就對了 就跟那個 Flock跟Double一樣 Flock跟Double也是一樣 就是它的精度 或是它的可以處理的數值的範圍 會比較大一點 那 INT如果是Short的話 一般就是從-32768到-32768 這是一個大概6,70,000個範圍 還有Long呢 B Drown INT是什麼 B Drów 是更大 10億 這邊有到10億 所以它的範圍是要更大一點 所以Long INT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數字很大的話 我們要把它的整數 宣告成long RNT会比较好 那宣告的方式是 写成short或写成long都可以 那我们提到这个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题目好像有 城市里面有宣告 没有啊 它这边只有un sign 它这边其实 没有地方谈到 好 没关系 反正它就是一个 让你可以 做比较完整以上的这个 处理啦 就是说你如果是要比较长的RNT 你就是用long 如果一般的话你就short就可以 或者是用RNT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就用RNT就可以 好 接下来看do why do while这个跟while很类似啦 它也是一个重复的重复的叙述 所以这样学到do while我们就知道 我们现在学的三 回圈的控制呢 回圈的控制里面是有三种形态 一个就是while 一个是for 刚才看的for 然后再加上接下来看的叫do while 那do while跟while其实有一点类似 它还是有一个while嘛 但是它又多一个do 那do while其实跟while差不多啦 只不过呢 while里面呢是一开始在回圈执行的时候就开始就检查了 一开始有没有 我们while瓜虎里面的那些东西就是 你要去判断它 如果判断不过它就不会执行 对不对 但是do while呢 它一定会run一遍 因为它的语法是先写do 然后再写程式的本体 就是这个回圈里面的本体 然后最后才while 所以它等于一定要先 如果按照那个循序性的那种程式控制来说 它读到do之后 它一定会把do接下来的 do while里面中间的这些程式的本体 去run一遍 然后接下来才碰到while 然后这时候才判断要不要继续再回来 前面再run一遍 所以do while跟while最大的差别就是 回圈的本体至少一定会执行一遍 懂不懂 如果你至少一定要读一遍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用do while 用do while 那我们看一下好了 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do while的概念 onsign的int1 然后呢 print 然后percent u 那这边没有backslash n 所以它最后输出来是一串的 它不会是一个1230 是从上到下 那所以do它一定会做一遍 既然会做一遍 所以你要让它1到10 所以你当然这个initialize的counter 要变成是1 所以它先把1印出来 然后呢while后面的条件 就是把它加加counter 小于等于10 所以它的这个方法跟之前用fire的方法 一样也是大同小异 但是唯一的主要差别就是 这个一定会至少一定会做一遍 至少一定会做一遍 如果你有这种特殊需求的时候 就可以用do while 不然我们一般还是用fire比较多啦 那do while的流程图 其实一样 就是它进来之后 它一定会做它的什么 do while中间的那个本体 程式本体一定会做一遍 做一遍之后才去判断它的条件 如果是真的话才再回来继续做 如果是wait的话就离开 所以这个动作至少一定会被run一遍 这个要注意到 还有break跟continue break我们刚看到就是在switch里面有一个break 对不对 那switch里面那个break就是 你碰到这个break之后 它就跳离了什么 跳离回圈 所以break是在while for do while 或switch的程式执行的时候 会使得程式马上离开那个叙述式 所以那个叙述式是什么 那个就是while for跟do while 还有switch的这个回圈类 那当然跳开之后 你接下来就继续往下执行就对了 那这个部分当然都是用来早点跳离回圈 那这个我们之前在switch里面其实就看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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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